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就到蘋果日報爆料 首先想跟大家說說蘋果日報裏的一些董事 給文傑找到他的資料 建一建它的底 告訴大家 這些絕對不是在維基百科等地方找到 到底是什麼資料呢 這些資料原來居然跟李柱銘有關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稍後就跟大家說 然後再跟大家說 有一些消息指 蘋果日報的資金只可以捱多幾個星期 去到7月就已經玩完了 這些資訊在哪裏收回來的呢 堅不堅呢 就真的堅過石堅 蘋果日報還有多少錢呢 他的資金可以怎樣調動 會不會再被人拉人封艇呢 等會跟大家再說一說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民意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就要跟大家說一說 壹傳媒集團的一些 董事的東西 有什麼人呢 其實在壹傳媒集團裏面 第一件事 要跟大家說一說 就是他們現在的 是不是叫主席呢 應該是主席來的 這個主席是誰呢 就是葉一堅 但是這次的國安法裏面 就好像沒有拉到葉一堅 是不是 為什麼沒有拉他呢 因為原來 葉一堅 是找不到他在哪裏 他其實長期 定居在台灣 但是在台灣那邊 出了一些問題 出了事的時間 其實 都 好像不是好見 葉一堅走出來 到底這個葉一堅 是什麼人來的呢 原來他現在 就是一個 叫做 非執行董事 但他就是一個 非執行董事 即是說他 不是持有 某一些數量部分的 股票的 叫做人 他被 要委任他做一個 叫做非執行董事 然後 叫他 坐在主席位 這件事 多不多呢 其實 通常都是 執董 或者是 最大的股通 坐主席位 如果由 非執董 去坐主席位 不是沒有 但是 數量 會比較少 還有 兩個 執行董事 張劍雄 和周達權 被人 扣押了 這些 他的資料 基本上都可以 在網上找到 我就不 跟大家多說 其他的一些 高層 董事 都 拉了 有些就 放回 是可以 給他們保釋 但是 原來 還有一堆 董事 都是一些 獨立 非執行董事 這些人的名字 可能大家未聽過 文潔 找了他們的資料 和大家分享 他們為什麼 這麼值得分享 因為 當中有一些人 原來和 李柱銘 是有關係 首先要講講 有哪些 《蘋果日報》 即《壹傳媒集團》 非執行董事 有一個人叫 林忠仁 林忠仁很明顯 這個人應該是 中國籍的人 是不是 他就是 現時為止 還未被人拉 的 非執行董事 他 其實都叫做 一個 年輕一點 年輕一點 這個人 他是一個 The Frommel Group 共同創辦人 也是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的資深顧問 安永會計師 其實就是 我們四大會計師樓之一 他亦有一些 會計師的資格 他現在坐在 非執董 這個人 並不是 我今天想講的 一些有問題的人物 因為這個人 暫時看不到 是 大問題 未看到 應該是 說說 說說 第二個人 第二個人 就叫做 Mark Limbert 這個人是甚麼人 不好意思 這個人 不是今天 想跟大家分享的人 他是一個非執行的董事 是一個 鬼佬 他亦跟 剛才所說的 林中仁 都在坐在非執董的位置 他是一個博士 有一個博士的銜頭 博士銜頭 不是很厲害嗎 其實不是 我給多一點錢 給多一點時間 都應該倒一倒回來 然後 都要看看 那個博士哪裏出 不知甚麼大學 說完大家都不知道的大學 無謂 或者 某些國家機構 總之 不是很承認 沒有意義 所以 是否博士有用呢 還有這些博士 真 還是假 都很難去分 還有一個人 最後一個人 就是我想說的一個人 就叫做 Lewis Gordon 他是其中一個非執董 Lewis Gordon 就是美國人 他的老婆 太太 名字叫做 Micky Wonder 叫做胡丹 名字叫做 名其 玉登 中文名叫胡丹 原來這個人 這個 非執董 Lewis Gordon的老婆 原來就在1989年 至1992年的時間 是在美國的司法部 做事 是啊 美國司法部 行不行 92年 沒有在美國司法部做事 去了哪裏做事 就是去了香港 去擔任 李柱銘的私人顧問 和泛民 打成一片 關係 非常之密切 而 胡丹 最終他的老公 就是 蘋果 壹傳媒集團的 非執行 董事 恰考 這個胡丹 當時就在美國的 司法部裏做事 那蘋果裏面的人 是否跟美國方面 真的 疼乱乱乱乱乱 大家真是可以 涉高床板 真是可以 想一想 他跟泛民關係有密切 李柱銘 黎智英 梁家傑 等等 經常去美國出席一些 公開論壇 胡丹 必定會捧場 在台下 發問一些問題 或者發問一些他們會樂意去答的問題 胡丹 在1998年之後 回到美國 加入了一個總部 在紐約的 叫做Human Rights Watch 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人權觀察 也是擔任媒體部的主任 之後就被約成為全球倡議總監 多年來他一直都在呼籲 國際社會 和我們中國施壓 包括2008年的時候 公開反對北京舉辦下季的奧運會 同年他主篇一本書 那本書就叫 中國的大躍進 北京奧運會 與奧運的人權 挑戰 擺明就是 叫人們去杯葛我們的下季運會 我再說多一點私人的東西 夏軍奧運會 其實就是文傑的 家人 家人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鳥巢 水立方 這兩個東西 和當時 奧運會的一些 燈的設備 燈飾 燈飾 和水立方的 設計 水立方裏面的一個 操作等等 其實都是由文傑的家人 去幫忙 做出來的 亦都是有 贊助的 之後 文傑在2008年的時候 代表香港 用一個學生領袖 這些真是學生領袖 不過我就是 駛車邊進去 OK 的身份就是 去到 奧運那裏 不是奧運 去到北京那裏 參觀了奧運場館 亦都是上課的 當時亦都是 上了 一個叫做國民的 教育科程 非常非常之好的 繼續說下去 先說這個胡丹 先說一說自己 不好意思 因為最近有人很妒忌 文傑 我就說多一點 是不是 再說多一點 我怕 說了一些家人的名字 我怕他嚇到賴尿 我怕他以後不敢再說話 OK 真的 真的 那麼 說回這個胡丹 胡丹 他在去年 2020年的時間 他就以新疆 和香港的問題作為一個理由 就去呼籲國際奧委會 去拒絕中國 申辦奧運會 和殘奧會 亦都在今年2月的時候 以新疆棉花 不斷地 再一次攻擊我們中國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中國 再申請一次 去舉辦奧運 我們中國 地大脈搏 每一個省 每一個城市 如果都一起申請奧運 其實巡迴演出 其實這個世界 這個世紀 都 沒什麼問題 你可以看到我們中國不同的地方 各個地方 都很有特色 OK 全部都可以 幫到 這個奧運手 去做一個 國際級的比賽場地 而且 一定是可以做到 有聲有息 相信 只有我們 中國才可以 有這個能耐 去告訴別人 不如你選擇 你選擇任何一個城市 你覺得哪個城市 你想去搞我運的 沒問題 你選擇 你選擇 你選擇完之後 不要緊要 我搞 中國就有這個底氣 一定搞得到 OK 再說下去 他用新軍棉花 攻擊 我們的中國 強迫勞動 其實 說真的 人一生出來 就強迫勞動 賺錢 你不要玩了 這個字 你說得好像很恐怖 但是 其實 你用一個邏輯 去想一想 用一個邏輯 去看看 其實 人 一出生 基本上就是 強迫勞動 如果不是生手手腳腳給你做甚麼 你不用啦 如果你不用勞動的話 魚沒有手腳都要油 都要強迫勞動 魚不是很慘 對不對 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字眼 強迫勞動這個字眼 好像 很negative 很負面 但其實大家想心一層 其實完全 不合乎邏輯 OK 再說 再說下去 他除了 中國強迫勞動之外 新軍棉花之外 亦都是因為這些事件 呼籲 要杯葛明年的冬季奧運會 即是說明年 我記得好像是二月份的冬季奧運會 如果開關的話 文傑也很想上去 看一看我們冬天的冬季奧運會 我都很想去參與其中 我真的沒看過 夏季奧運會 叫做電視看得多 還有運動都比較熟悉 冬季奧運會 我真的很想一次 看一看 冬季奧運會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 原來這個胡丹 她的老公 原來就是現在 現時的 蘋果日報 壹傳媒集團的 非執行董事 還要躲得好 躲得好隱蔽 好隱蔽 原來她的太太和美國方面有這麼多密切的聯繫 還要不斷地咒我們中國香港 其實 以她的老婆胡丹來說 胡丹是違反了我們港區的國安法 只不過沒有人去舉報 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大家都幫忙 當然我一定會做 但是如果多些人去做的話 應該會好一點 幫忙去舉報一下 這個 Lewis Garden 蘋果日報 壹傳媒集團的 非執行董事的老婆胡丹 她是很有機會 違反港區國安法 因為她用一個假的新疆和香港問題 呼籲國際奧委會拒絕中國申辦奧運和殘奧 並且 呼籲國際社會去杯葛明年的冬季奧運會 中國的冬季奧運會 這件事基本上 就等同於呼籲國際的制裁 是違反了我們的國安法 希望多些人去舉報 當然她不是我們的國民的話 可不可以 叫做 舉報她 其實都可以的 你照舉報 因為她呼籲別人制裁的話 我們有反制裁法 我們可以是由我們的 中央去 反制裁 制裁這個胡丹 這樣的話 她的家人 都不可以 進入我們的國境 即是不可以來到我們香港 即是要驅逐Lewis Garden出境 甚至凍結Lewis Garden的 資產 那 她在壹傳媒的職位 怎樣 即是說 不止五個董事 被告國安法 有機會 第六個董事 出現 甚至乎 葉一堅如果回香港 第七個董事 都會出現 然後就只剩下兩個董事 一個人叫做林中仁 另一個人叫做Mark Limber 到時候 是不是只剩下兩個非執董 就可以維持到一家上市公司 很大機會 這家上市公司 蘋果日報 在很快的時間 很短的時間 就會倒閉 這個胡丹 很明顯 真的違反國安法 我很想見到 一個違反國安法的人 或者 第一個 是用反制裁 反外國制裁法 去懲罰的人 就是我們 壹傳媒集團 蘋果日報的 非執行董事的老婆 而累到壹傳媒集團 蘋果日報的 非執行董事 都被制裁 甚至乎因為這樣 而令壹傳媒集團 這個蘋果日報 很大機會 很快地倒閉 甚至撤銷 上市的地位 想起我都開心 不知大家會不會 立刻行動 我們再講講 第二件事 用了很多時間 去講他的董事 他一些資料 現在都會再講講 第二些資料 其實剛才已經夠了一集 不過我想 再講多一點 好嗎 就說什麼呢 美國的彭博社引述一些消息 就說 現在壹傳媒集團 蘋果日報 裏面的 營運資金 只可以 營運幾個星期 幾個星期之後怎麼辦呢 如果 如果 沒有錢 的話 倒閉 真的是蘋果倒閉 OK 看看有沒有一些飲品 有些蘋果的粒 好嗎 如果有的大家 麻煩 說一聲我聽 我不用自己去撤蘋果 其實早前 壹傳媒行政總裁 張劍雄 蘋果日報的總編輯 羅偉光 連同蘋果日報有限公司 等等三間公司 被控 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或者境外勢力 就是我們國家安全 基本上 已經是 有兩個人保釋給他 以及 凍結了三間公司的 資產 美國的彭博社 引述一些消息人士指 為甚麼美國那邊引述 不是英國那邊引述 大家想想 他跟美國的關係 到底是有多密切 有消息人士說 蘋果日報 只可以 有足夠現金維持幾個星期的營運 看看現在怎樣籌期回來 計劃怎樣籌期呢 就是 用台灣的業務 用gofundme.com 或者pay me 不是pay me paypal 就是 籌款眾籌 以維持印刷的業務 向員工去資深 為甚麼不用一個正常的渠道 用銀行過帳 用這件事 去過數呢 因為 這樣的話 就 第一件事 如果用 這個叫做甚麼 gofundme.com的話 其實 資金來源 是不清不楚的 不清不楚的 如果這些資金 並不是 由台灣 蘋果日報 或者 由台灣 蘋果日報 向第二 在第二道收回來的 例如美國 例如台灣 不知道甚麼人 拿回來的 拿回來的 扔下去的話 基本上這些 有機會是黑錢 如果再透過 gofundme 這樣流過去的話 這些錢 是容易 流過去的意思 如果他就這樣 用銀行 去TT過來 或者 怎樣怎樣 用其他方法 OK 除了TT 還有其他方法 去轉過來的話 他們是害怕 這樣 真的會查到 即是有機會 寫了錢 凍結了 這筆資金 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 就用了Paypal 以及gofundme.com 除了 拿錢之外 就是 眾籌 真是 黑衣兜拿飯吃 看看有多少人 是真是 籌其給他 為甚麼不叫人 買報紙 大家看到 除了早前 被人拘捕後 第二天說 印55萬份 如果真的有那麼多人 去支持他的話 為甚麼 為甚麼 第三天不印60萬份 第四天不印65萬份 第五天不印70萬份 如果那麼多人支持的話 就應該越印越多 越印越多 所以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多人支持 他們都不夠膽印下去 他們不夠膽印 即是沒有人支持 不過 他死頂著雞頭 他不說 死頂著 那 這件事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如果 那麼好賣 你看到如果賣東西 那麼好賣 那時候蘋果 那時候蘋果 iPhone 那麼好賣 慢慢出 不斷補貨 這次賣了 五百萬部 下一次賣 一次萬 再下一次賣 五千萬部 很厲害 不斷加推 叫生產商 不斷地做出來 結果 蘋果日報 是否這樣做 我們華為 我們小米 也是 不斷加推 不斷加推 銷量 其實現在 早前華為 過了蘋果 不過 被人打壓 現在 小米 都是生性的 銷量 是很厲害的 亦都跟蘋果叮噹碼頭 我相信未來日子 中國的中國製造 真是領先全球 這些 叫做 中籌的東西 這些基本上是 明目 是否真的有人籌錢給他 是否真的有那麼多人支持他 其實大家看看蘋果日報的銷量 是否真的知道 平時都賣不完 賣不去 人們給了錢 然後放在這裡 叫人們拿 人們都不拿 都沒有人拿 是否真的有那麼多人支持 大家就知道 Boomber 在昨天很晚的時間 引索消息人士 由於警方引用了港區國安法 凍結了蘋果日報的家產 公司現在只是得極 很少很少量的資金 只是可以營運幾個星期 有不願意透露聲明的人士 知情人士向彭博表示 為了繼續支付印刷的錢 以及向員工支付糧資 蘋果已經計劃向法院申請豁免 並且希望可以透過 蘋果台灣的業務 去打錢過來 還有就是會透過 GoFundMe.com PayPal 搞眾籌 希望多些人 打錢下去 繼續營運 蘋果日報 這個人 繼續說 由於政府通知了多家銀行 凍結蘋果家產 現在管理層都在想 究竟怎樣搞這個營運 怎樣可以維持這個姊妹的營運 包括 檢查倉庫裏面有多少墨水 有多少紙張 可以印到多少份東西 亦都說暫時不清楚 怎樣才可以給到錢 給到良知的員工 甚至乎不知道會不會跟常規供應商合作 為什麼呢 因為 沒有錢給 要怎樣合作呢 不要緊 有這麼多人說支持你 你儘管籌一下 看看籌到有多少錢 他就說 若果蘋果日報鏡氧策業 都搞不定 收檔 盯過了之後 怎麼辦呢 蘋果就可以繼續 跟文潔之前所說的一樣 在台灣出電子版 再透過中籌 支付記者的良知 好像跟我說話很合 第一個禮拜就說 一萬元你做不做 租 好了 下一個月就說 八千元你做不做 為什麼 中籌少了錢 沒辦法 那你做不做 都要做的 馬死落地走 之後就 六千元做不做 我辭職 遲遲都找不到第二份工 為什麼 哎呀 大哥 你上一份工做什麼 蘋果 我幫你宣傳一下 我看看哪些人可以請你 大哥 做一個蘋果 還有哪些人 什麼人去請他們 文潔收到消息 就說 有一些機構機關 說明 不會請蘋果日報出來的人 說明不會請 而這些機構機關 亦都是 蘋果日報員工的 Target 機構機關 說明不會請 我真是很想知道 蘋果日報員工 到底 怎樣捱 好了 其實再看 港交所有文件 直到今年3月31日 壹傳媒 文件裏面披露 未審核的銀行 及現金結余 就有 5.14 5.214億 5.214億 嘩 都不少錢 消息人士就說 其實彭博社 即是 看回 消息人士所說的 警方凍結的 1500萬 1800萬 只是 5億現金的小部分 不過 現在法院 對金融機構 警告說 蘋果 不可以動這些錢 所以蘋果 可否動用他們裏面的 一些資金 我真是不知道 蘋果現在是一個停泊階段 那小股東怎算好呢 小股東是否應該要叫 張劍雄解釋一下 怎樣營運呢 不過他解釋不了 他答不了 因為張劍雄現在坐牢 在監獄裏面 即是在還壓 我也不知道蘋果日報 怎樣是可以 繼續延運下去 OK 所以 未來日子裏面 去到7月中7月尾 或者是 蘋果會不會搞仲籌呢 會不會搞獨國仲籌呢 我也很想知道 到時仲籌的時間 又有多少人去付錢呢 這件事 真是 好看 看看這班人有多少錢 還有 付錢的東西 到底合不合理呢 突然之間無端端打 一百幾十萬美元 又在美國那方面 又真是很恐怖的 那些錢 那這些 到底是哪一個付的錢 又是甚麼民主基金付的錢 甚麼監察人權 那些付的錢 是不是 那這些 算不算是進一步勾結 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呢 這樣的話 是不是可以 把那些戶口 再一次 停 所以他們不用自己的戶口 直接做中籌 就用Paypal 以及 用GoFundMeet.com 就做中籌 他們都很懂得受這些 納規 是不是 所以其實 蘋果相信 就是 暫時看來 沒有那麼容易撿 真的好像小強一樣 因為他在台灣那方面 頂住 台灣那方面 所以 香港 當然 如果收回特地的話 他真的要撿 但是 撿紙煤 或者是 在那邊做 這邊印刷 再發行的話 可以不可以呢 都是可以的 所以 他 生存的方法 有很多 但是 錢 都是問題 至於他甚麼時候撿 就真的要看一看 他的錢 可以捱到甚麼時候 如果 我們的保安局 等等 就是 凍結多些 他的家產的話 可能可以幫到他 快點 蘋果倒閉 OK 我們會繼續監察下去 我們會繼續監察下去 這件事 相信 蘋果 是會用他 用盡他任何方法 是令到他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OK 不過 不過 我相信 都不會很久 所以大家放心 OK 因為他沒甚麼錢 OK 他老闆又要坐牢 他頂不住 看看頂到多久 看看頂到多久 好了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會有一個直播 因為今天是星期日 看看 下午時間 下午茶時間 可不可以和大家做一個直播 好嗎 OK 一樣 看看可不可以12點多鐘 有個 叫做 影片給大家看看 到時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OK 好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好留言 訂閱文傑紳士樂頻道 記得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